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 不仅是人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很多人的命运也在顷刻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比如许多中小型企业 甚至是大型公司因为疫情 业务受到重创 甚至面临倒闭 而这些企业在人类集体面对的病毒灾害前 却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 目前美国已受到三项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案 3月12日 一位叫马修摩尔的法律集团律师 代表五名原告 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递交起诉书 发起对中国的集体诉讼 3月24日 另一名叫做罗伯特·埃格莱特的律师 代表几家小企业 在内华达提起了对中国政府的集体诉讼 以及两天前 加州的许多小型企业向中国政府 中国卫生委员会及武汉政府提起诉讼 要求其支付8万亿美元的赔偿 三件诉讼申请的诉讼内容都差不多 都宣称要使中国为他们在处理冠状病毒危机中的 所作所为而付出赔偿 称中国政府自2019年10月起应该知道该病毒 人们于2019年12月开始死亡 但是中国政府压制了消息 向贸易伙伴隐瞒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严重性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不到一个月 美国已经有5000人参与到了针对中国政府诉讼案中 根据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的说法 美国就新冠病毒针对中国提起的潜在诉讼 有可能价值12000亿美金 埃格莱特称 所原言的法语依据是外国主权豁免法 有关商业活动和个人伤害不享受豁免的例外规定 并且称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应该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负责 小编乍停之下好像中国人民还在感谢你们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 打抱不平跟中国政府讨个说法 但其实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 美国提出向中国政府的12000亿美元的赔偿 可是中国人民的血涵钱呀 但是旧金山的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美娜·凯特纳不这么认为 他指出 如果你读一读按照这部法律所裁决的案例 就会极其清楚地看到个人伤害某中国官员的行为 必须发生在美国领土 法律才能适用 而并没有商业活动发生在美国这里的支撑 并且由于COVID-19是一种新型病毒 许多细节尚不为人所知 因此要真正理解该病毒并遏制该疾病的传播 需要花费时间 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现的第一例神秘肺炎是 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拼凑出尚未确定的新型病毒的准确图片 更不用说预测 如果美国指责中国因为未出现过的新型病毒 未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疫情的话 小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罪过应该更大 在中国疫情已经达到峰值的时候 美国政府还是隔岸关火 看着对岸人民的水深火热 并没有提高国民的防护意识 不停地用美国人民不需要担心 美国政府会保护你们 美国人民也不需要戴口罩手套 当夏天到来时气温升高的那刻 coronavirus就会奇迹般的消失来误导民众 错过了美国人民防护的最佳时间 迟迟不推广新冠检测 迟迟不下禁止出行令 美国疫情在疯狂传播的当下 美国民众还是不戴口罩手套正常出行 当美国确诊病例快成90度增长 目前确诊人数已超过50万 死亡人数已高达2万多的时候 特朗普还在发布会上说 如果政府不介入 可能导致220万人的死亡 如果最终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 那就说明我们干得不错 这种归功的论调 真的是让小编后背发亮 如果美国对中国不知情 而为及时采取行动的诉讼原因 站得住脚的话 那美国人民更应该起诉美国政府 对知情还不及时采取行动 所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经济和人身损失 这可能更一告一个准吧 对于这些美国对中国进行的诉讼行为 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话来说 幸好此黄不值一波